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让奇迹 让一个好人 让爱 延续不断 1988年 成龙慈善基金诞生 今天 基金援助的项目和受惠人士 与原超出当初所有人的想象 二十几年来 慈善活动由开始至今从未间断 创意层出不窮 一步一脚印 成龙带领慈善基金无远忽戒 追求却越的行善精神 投放资源时刻灌溉出新的希望 成龙慈善基金协助无数后喜之兽 全力奔向梦想 相信自己 这土地永远属于你 无论你到哪里 不光都会牵挂你 心不孤寂 用笑容召唤梦想起 让生命创造荣誉 怎样天何地 用心地 爱着你 不放弃 在理想和现实的重重障碍 年轻人 需要靠一份认同去勇敢闯关 成龙一股诱心而发 单纯而强大的正能量 感染了世界 感染了许多人 在香港 几乎每一个培用演艺人才的校园 都会找到成龙的足跡 What would it mean to be a Jackie Chan scholar? And often they themselves are role models for other students in the academy But also just the prestige of having an outside private organization say that they're good enough to receive the studentships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有的同学 他可能拿到没有多少钱 但是他在简历上他所写一笔 我当年是成龙基金会资助的 这个民分对他却有帮助 成龙事先基金一开始 有一个目标就是 帮助青少年多方面的发展 很多人当他作为一个榜样的人 可以以身作则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这个是当时来说的 是令我们非常恐慌的 基金提倡港球毅力 和锻炼的体育运动 至1997年 成龙挑战杯邀请赛 更成为香港八大专上学院 一年一度的盛事 要出用篮球 足球 冰箱球 排球 零八年 我们再做一件新的 是蛙艇 由孤军六人的作战 到今天 人才仔仔 成龙慈善基金 为领南大学蛙艇队 救得赛艇 如果是发梦 我们怎么可能实现这些 叫做梦想 他们初初没有艇 他们要借去租 那艇与比赛 当然相差很远 年轻精英拼出奖项无数 洗奖、搬艇 我们都要很小心、很爱食 比我们要自己洗澡 加油 快点 设备已经很好的时候 我们没有借口去退步 Jacky自己的意思也是 主要是可以帮得到人 帮助他们去发展 令大窩艇 Stay to the best 多谢成龙慈善基金 使命最重要 第一 你知道你的策略 应该是引导整个基金会的运作 第二 就得到更好的 成功效果 我们比较用生命 我们会相信 如果有一些正能量出来的时候 其实身边的人 都会因为这样而受影响 我们看到在成龙慈善基金 所为青年人提供的资助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青年人的成长 和发挥到自己的天分 甚至潜能的时候 其实是令我们很兴奋的 这是一个投资 给年轻人 它变得美麗 我非常开心 我们有更多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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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 成龙慈善基金 成龙慈善基金 所以我们可以 在未来的资助 新晋内地纪录片导演 王偉海 用镜头观察中国城市的变迁 佳作受到成龙慈善基金肯定 资助他远赴美国纽约大学 与影业同好交流 如果突然有一个基金 告诉你下个月不用 你必须有房租水电 什么什么 你即时整个人都松开 你就可以专心创造 对创造是一个促进 读表艺术的人 有时未必会很主动地 去要求别人帮忙 不是个人读大学 就有钱的 学费那里 四万多元你自己未必负担到 因为很想挑战一下自己 这么难也有机会出去 每一位教育的人 必须知道世界外的家 因为世界现在很小 为了解他们的工作 他们必须有更大观看 创造是孤独的 我会觉得自己很无助 做什么都是靠自己的 我家不会给我资源 去问 信心这种东西 现在有一种感觉 我们很支持我们 但究竟外面是怎么看的呢 所以我的感觉是 更多的镜业需要 这种机会 我们需要给他们 因为他们 帮助我们社会 接下来 我相信創意产业的发展 已经是 决定了是一个 香港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学生 能够得到 这些学生 真的是 跟香港的未来 和香港的未来 和香港的未来 在香港的未来 如果自己有钱 都可以逐用同一个方法 帮助他人 我一定要在美国 在一个这么 发展好的地方 拿回一些东西 帮回香港 帮回香港 帮回自己 后台的行业 粤劇新力军 刘慧明 将新创意带入传统 开唐粤劇艺术新视野 新剧目 精品自猜技 获得成龙慈膳基金的肯定 很传统的四个小时的指猜技 将它浓缩到两个半小时 很多年轻的观众 走了一场 看完 原来粤劇也可以是这样的 原来粤劇也可以搞到这么新的 很多谢钟一杰先生 他说了一句 他说可以帮助多些 我们做粤劇的人 因为做粤劇的人是很艰辛的 这句话令我很感动 就觉得原来社会 真的有人关注文化艺术事业 成龙慈膳基金对各界捐出的善款 是在高度审慎运用之下 仔细审阅每一个个案 OK so you've got a very effectiv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place HSBCs keeping careful track of every dollar that's spent and every year we try and use it in such a way that it will have a lasting effect upon the people that receive an award from the fund 战火灾难身体缺陷 身份语言文化 为人类立下一道又一道无形的场 成龙只有身体力行 近距离亲身接触 才能够冲破一切障碍 the really big people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give back to the roots from where they came and that's a wonderful role model 其实我觉得成龙先生 是一个很爽朗 和很善心的一个人 虽然我跟他接触 可以说是没有的 只要你是需要他赞助 你是值得赞助 他们就会赞助 帮人也不要只是帮表面 一帮就帮到底 就是我们有能力 是帮做到最好 那我想大哥就做到这件事了 大部分钱都是他自己捐出来 就是真这个是真的 所以我们特别惊喜这一块 所以我们学生听到有成龙讲究 他们都很高兴 他们都觉得有成龙大哥在鼓励他们 就继续向前 我希望我们能够为电影界 培养的后一辈的人可以接班 对于我们这一帮想着投身一辈的人 其实是一种鼓励 好像一个前辈对我们后辈的一种 照顾和一个期待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 会帮行灾 他真的是自己拿这么多水 去到这么远的山川的地方 自己搬进去 是很难得 那么多年继续有生命力 就因为他的个人的魅力 和个人的成龙 和个人的投入 和Jackie说起 他也没有说 没有退休的意思 所以可能还有很多年继续下去 那当然是最好的 成龙深信 慷慨 是传授爱最切实的方法 这一次可能是你一生之中 唯一可以做好自己的机会 一份魅力 足以培育一个身受 甚至一代人 你想想 如果你们老了之后 这些子孙问你 老爸 你年轻时做过什么 可以引以为名的 你们怎么回答他 电影世界里的英雄 创造经典场面 顶多成就一个电影巨星 成龙不单只是巨星 亦都是为弱西社群 传递温暖的使者 努力创造现实生命奇迹的真英雄 你明白我说什么 不是 成龙慈善基金 以实际行动 不断扩展资助范围 令更多青少年受惠 现在一小步 社会未来一大步 请继续支持成龙慈善基金 你们的支持是最紧要的 多谢你们 请继续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